每天吸引好多人散步休闲的金农湖黄湖步道 时间已久,木栈道是出现损坏的情况 去年是花了一百多万来整修上头部分的栏杆还有扶手 而因为沿线四座木栈桥的木头基座 长期是泡在水里都已经腐蚀 所以22号的下午一员白佩如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来会刊 要求来整修 22号下午11员白佩如邀请了市府民政局 观光旅游局、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是来到金农湖会刊 拿出照片表示木栈道的木头基座都已经泡在水里十几年 早就腐蚀严重就怕危险要求改善 木栈道目前这个已经有一些基角很多就是损毁 那我们担心说因为它这个南方松 其实已经泡在水里十多年了 所以我们希望新北市政府是不是可以来一致的来 把它四座桥这个木栈道桥可以来做一个更新 让这个底座可以更坚固 然后因为目前呢 金农湖也是我们新北最大湖 是我们新北市民政局推荐的十大景点 那最近都会有很多这个民众 其实坐游览车来这边木栈道来这边来见走 双北第一大湖也是新北市推的十大景点 休闲设施安全特别重要 一行人也实际走到步道查看 发现四座木栈道桥的基座 因为长期泡在水里真的腐蚀严重 就怕会有断掉的危险 另外沿线的木头扶手虽然去年换了130柱 不过还有大半没有换 这次要求一并改善 那至于今天的会刊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将这个木栈道呢 能够更新 那以防这个危险发生 那如果经费能够筹筹完成的话 那加油工所处理的话 我们会全力来进行这个工程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主要是修缮两个部分 除了木栈道的部分 还有那个护栏 因为那个护栏去年我们已经换了100多根 那我们希望说把剩下的100多根护栏 也能够来做一个更新 然后这个让整个环境呢 都可以这个一并的来做改善 出估的经费需要1200万左右 因为木栈道机做坏的严重 都必须全部更新 也要求相关单位回去评估 编略预算 尽快的实作 保障金融湖休闲三不安全 教程慧林 细子采访报道